韩国雨昕走红毯,原以为很平庸,但忽然吹来的一阵风,帮她大忙了。 娱乐圈女星在出席活动时,相信整个活动中最喜欢的应该是走红毯的环节了。 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年混迹三线四线的艺人来说,这无疑是他们一个可以逆袭的机会。 不仅在媒体前面增加了自己的热度,而且也顺势压了那些大牌女星一头。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。 所以很多女星就在红毯上下足了功夫,为了能够赢得媒体注意,假摔,高开查,透视装等等,这样的礼服和手段也已经是屡见不鲜。 这样的情况可不仅仅是在国内,在韩国也是一样的。 甚至韩国女星之间的竞争比我们国内更加的激烈。 之前在某活动中,韩国女星里和妮也是一身高开叉的长裙,脚上则是一双20厘米的细高跟。 出现在红毯上时,从表情中也是看出了她的那份自信。 不管是台风还是姿态,曾经获得过韩国小姐冠军的她,自然在这方面也是驾轻就熟。 而当天活动现场最神奇的是,原本以为就这样非常简单地走一次红毯,却没想到忽然吹来的一阵风,也是吹起了她的高开插长裙。 现在的媒体记者也是不时时机的闪光灯不断,让她扎扎实实地又火了一把。 参考来源